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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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从元朗大会堂 又游道班了 我去报名 那时候就学了两三年左右 到我二十一岁 纯德又有空手道班学了 那我又去学空手道了 游道因为打得很辛苦 空手道要拳脚玩 我喜欢学空手道 江油楼的师祖是官成长迅 他是创办的 他是充成人 元楼在福州学武术 他创办了 改了名字 叫江油楼 我跟师傅 叫官李荣一 他有八个弟子 其中之一人 起来这样 你订过来 逼连来 他人已创办。 他人爺了 我得出现了 他人爹 我得哀手 他人在上古自己 有兴设了 他人爹 他人爹 我掐导 阿区 他人爹 我唯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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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江游流空手道套拳之外 鄭師傅也熟悉另一個門派 古武道的兵器 以及中國藍少林的武術 藍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字架 拳頭 每個人都高舉主耶穌十架九恩 希望我真的在自己 成林德國會傳福音 鄭師傅的徒弟 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但這樣更加突顯到 他在干擀的土地 失下種子的可貴 一百年青人 未必會回教會 但透過課堂之間的休息時間 鄭師傅 可以跟他們分享聖經故事 通常每次回來的時候 他會抽三個字至半個小時 跟我們傳揚福音 祈禱 講講聖經的故事 最記得剛剛聖誕節 搞一個圍內斯的派對 有些角色扮演 分組 我們就記回他以前講過 這麼多的聖經故事 我們分兩組 來大家想一下 究竟做哪個聖經故事 當日分了兩隊 分別做了東方三博士 另外我們就做摩西郭鴻海 提摩泰前書四章八節 是非常之好的 他講到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唯獨健康 凡事都有益處 因為今生和來生都有應許 我們操練身體 不是說不好 是有益處是少 但是唯獨健康 凡事都有益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死了也有用 因為今生和來生 都是上禮給我們應許的 甚麼死了才有用 沒有用 我練空手就死了 你多強 都化為骨灰 是吧 但是呢 靈魂真恋的上天 是又得了永生 2000年 二年又成立了 世界科武術聯盟香港籌委會 我們世界科武術聯盟香港籌委會 會揮 就是一個母子的十字架 我們榮耀的十字架 在武術裏面傳福音是榮耀上帝的 我們開個武術報道友誼賽 請牧師傳導人 牧師請不到 請傳導人來講福音 都很好 多信息 我們今年八月十九至二十四日 就會去世林寺 去武真傳福音 武術事工不是很蓬勃 武術是很蓬勃 我希望今次我們能夠去到世林寺 做這個工作 是上帝給我們一種能力的 我們的口號 然後與耶穌同行福音遍傳武林 而武術傳福音 鄭師傅回想 都有過一段艱苦歲月 我初初是有些教會 那些弟兄姊妹不是很接受的 很粗魯 我做人 我知道對得慎著 沒有所謂 個人的興趣 我來覺得不是粗魯 覺得是活力 現在十年很多教會 那些弟兄姊妹都有練武 他知道是強身健體的 不但是靈的要長盡 我們身體要健康 如果很多人 以前很少運動 如果你靈性又高 體能又高 這個真是上帝的恩典 他更加發現 很多聖經人物 原來都是懂武術 雅各第一個 上帝和他玩卸膠 就是游道 其實最厲害是上帝武術 碰一碰 兩個都強了他 羅雅 第一個是玩罪拳 喝了葡萄汁 喝了葡萄酒 又在打罪拳 摩西 摩西 文武雙傳 一拳打死一個埃及人 一拳必殺是兇手道的口號 我們鼓勵他們 不要打架 不要打死人 我們是懂得學會打 但是不能打 這是最難的 這是自己的操守 在武術界之外 鄭師傅的宣教領域 更加擴展到圍村 他說圍村對他來說 就像聖地耶路撒冷一樣 有這個心智 在圍村傳福音並不是偶然 他本身就是圍村人 我在元朗馬田村長大 是女院居民 以前我們那一代 就辛苦一些 要耕田 我六歲就要學擔水 沒有水有水的 要擔水 九歲是甚麼弟弟 到十一歲就要下田 給我只讀到小學 那就沒有書讀了 我七四年的時候 先回教會 認識耶穌之前 我媽媽經常叫我拜偶像 井頭又拜 樹頭又拜 木頭又拜 我覺得很煩 令鄭師傅更困擾的是 圍村男女之間 極度不平等的風氣 這件事 如何促使她把福音帶入圍村 令圍村男人學懂甚麼是愛 和女原居民和平共處 化周作為祝福 下一節再說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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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